联合主赛的莫莉麦肯第一回合被降服输掉比赛 没想到网友们是如此的盼望他的失败 有的人赛前希望他输掉比赛 有的人赛后用康纳跑步来表达心情 为什么莫莉麦肯这么不受待见 有人说他曾人家帕迪平布雷特的流量 也有人说利物普双菜本来就不受人欢迎 战绩差不说还经常被捧成超新星 而有人则比较具体 就是一次大胜后尚未进入排名的他 拿着复制的金腰带在笼中炫耀 俨然把自己当成了冠军 莫莉麦肯1990年5月4日出生于英格兰利物浦 小时候父亲不在身边 母亲又滥用药物 大部分时间在亲戚家里长大 很小的时候开始学习泰拳和空手道 12岁左右又开始练习拳击 之后又踢了5年的足球 本来是一位有前途的中场球员 却因伤退役 23岁时才开始学习MMA 麦肯毕业于利物浦约翰摩尔斯大学 获得运动发展和体育教育学学位 因为经常在赛百位兼职 肉球的绰号也慢慢叫开来了 进入UFC之前 麦肯七胜一负 战绩标饼 2018年的首秀第二回合被对手降服 好一会儿才缓过来 这也是麦肯三次被降服的第一次 2019年的三连胜 让麦肯打进了排名 接下来的两连败 又让麦肯到了要开除的地步 与火拳金之岩的比赛 是他合同的最后一场 如果这场比赛输掉 或者没有大胜 基本就要告别UFC了 好在麦肯干脆力度的一致判定 拿下比赛 还获得了当晚最佳战斗 拿到了5万美金花红 又重新计约了一份新合同 2022年3月 在英国伦敦举行的格斗之夜上 首次进入主赛的麦肯 一记转身者KO对手获胜 成为女子比赛中 第一次转身者KO对手的选手 赛后也出现了他 拿着副制品金腰带炫耀的名场面 四个月后 麦肯在伦敦的比赛中 又替KO战赏对手 重新回到排名中 最高达到第14位 然后接下来的两场比赛 就让麦肯遭遇到 第二次和第三次降服 一次输给布林奇·菲尔德 有型可原 这位应该是云量级冠军的 有力争夺者 一次是输给了 从除量级减重下来的 斯多利亚·梁克 最近五场比赛 输掉了四场 获胜的11场比赛中 10场是十字构 麦肯训练营的准备 着实让人有点匪夷所思 赛后 麦肯没有说 要加强自己的地面技术 而是说 要跟自己身材差不多的人 去比赛 要从营量级离开 到彩量级去了